今天上午我看到一则新闻是中时新闻网发布的 说英国金融时报时日当地时间报道 美国国务院委托研究公司荣鼎集团 出具了一份台湾若遭遇中国大陆封锁 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报告 并已将这份报告分享给欧盟主委会 及欧洲各国政府官员 报告宣称 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 将造成全球2.5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新闻了 早在8月份 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报道过类似的新闻 题目为 如果中国封锁台湾对全球商业意味着什么 而封传媒8月30日也报道过题目为 台湾封锁战时 所死台湾全球科技业会夺产 92%的先进晶片没了 120兆供应链断裂 各家媒体基本上都是基于航运 贸易 科技行业 公用链受影响等发展展开分析的 例如 全球容量前十的大型货船 有88%经过台湾海峡 虽然台湾遭到封锁 还有台湾东部航线 以及菲律宾的旅宋海峡 等多条航线绕行 但是成本会上升 风险加大 每年光台风带来的威胁就受不了 若要停靠深圳上海等离台湾海峡较近的港口 避开台海也相当不便利 中国若封锁台湾 每年恐造成2.5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其中台湾受创最严重 中国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冲击 东南亚许多国家尽管不想选边站 但也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最终影响全球的经济 另外全球汽车 伺服器 个人电脑 及手机等依赖半脑体的供应链 将遭受最严重的影响 且一旦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 中国企业贸易的融资就会枯竭 将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冲击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伙伴 有其重要性 可能会造成十几个新兴市场陷入经济危机 这一点个人认为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的外贸非常依赖台湾 除了广东 湖北等一些出口贸易 不完全依赖台资企业 很多省份都全靠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顶着 另外根据小周的了解 台湾的一些外销中小型企业 比如医疗器械 螺丝起子 手工具 小商品中的雨伞 圣诞灯 袜子 几乎所有的外销行业都会腰斩 相应的 中国大陆依靠台湾供应的机床 半成品电子产品配件等等 直接停滞 就东亚地区而言 谁也受不了 台湾的贸易顺差会荡然无存 而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些网友 非常亢奋 对于封锁台湾 只停留在叫嚣 或者秀肌肉的阶段 根本不会考虑这么多 破天盖地的文章和帖子 充满着挑衅和斗狠 比如 封锁台湾是阳谋 不是阴谋 假如封锁台湾海运 台湾能撑多久 等等 封锁是一个伪命题 一切都是我们猜想的 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封锁 即使条件成立 多数理智的人也是不买账的 比如 网友回答封锁台湾海运 台湾能撑多久 是这样的 先问问国内的电子行业能撑多久 想太多了 多架F16V 在山洞里压活 我以网友的回答为切入点 总结一下电子行业受到的影响 当然 这仅仅限于国际制裁不存在的情况下 但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旦封锁台湾 国际制裁会让中国的各行各业 全部陷入危机 大陆在台湾进口最多的四种产品 均为集成电路 其中两种处理器和控制器 占比达到了32.7% 存储器占比13.2% 其他的集成电路占比13.9% 另外放大器也不少 五类集成电路合计 占到大陆进口台湾产品的60.7% 另外液晶显示器占比也高达4.1% 硬盘驱动器占比2.8% 其他的金额较多的产品 也主要是电子元件 进口多的门类 几乎都超过千亿美元级别 这对每年的贸易顺差是有帮助的 那么跟集成电路相关的设备 大陆几乎全部瘫痪 维持不了多久 电子硬件产品如果说老的产品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 一些依靠台湾软件的企业基本上就要全部歇菜了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智能化了 有硬件也不管用啊 人家后台有密钥 有远程锁定 谁还管合同的约束呢 互相制裁来得非常迅速 在大陆几乎90%以上的人认为 如果封锁台湾 美国会制裁我们 那我们就反制裁呗 任何国家制裁我们 我们就制裁回去 因为我们的牌多 其他国家根本就摆脱不了中国大陆的市场 谁让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和消费大国呢 他们的依据 有一部分是中国外交部 以前提过的反制美国的几大举措 除了取消中美在军事方面的交流 中方还宣布了五项暂停措施 分别为 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多名专家均分析认为 诸如禁毒合作 气候合作等 都是美国政府期待 并需要中国协助配合的领域 中国在过去数年中 付出了不少努力 曾为美国提供了不少便利 暂停对美国的影响 明显大于中国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领域 大家看看怎么样呢 在大陆网友的理论中 就什么都没有怕过 不让我们用台湾的芯片 那我们就不用 不让我们参与美元的交易体系 那我们就以人民币为主 去美元化 总之有的是办法 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之后 谁要是目前能去美元化 早就去了 也不会只叫不做 所以大家也就听听吧 我个人认为 真的遇到封锁台湾 带来的影响了 这些叫得厉害的网友 肯定是第一个反对的 网上的舆论再厉害 也抵挡不住 影响他们赚钱更要命啊 封锁台湾 目前来看没有可能 也做不到 理论上强大的一定程度是可以的 但是不计代价 不考虑后果 很难变成现实 再者 台湾一旦被封锁 台湾就直接会被困死吗 台湾人有这么傻吗 是不是我们太天真了呢 现代社会了 不存在被完全封锁的现象 可能东西不太好运 不太好交流 但是信息总归可以交换的 所以任何事情 都不要想得太简单 台湾不是我们认为的台湾 大陆也不是台湾人认为的大陆 任何的猜测 咱们就一笑而过 过好当下 比在网上获得一些快感更实在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